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步骑车的兵型金刚飞翔时间 这是我们1387集的节目 今天的话呢 我还是挑了一款淋巴动画片的玩具 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小分享 它是Deluxe Class等级的Sentinel Pride 对玉天至尊 真人电影第三集里头的那个BOSS反拍的人物 那么这款玩具的话是一款Deluxe等级 可是它的体型呢 可以说比第四集之后的玩具呢 要大上很多 塑胶也非常的扎实 那么呢 以变形来说呢 这一款就很简单 几乎可以说是这个 快变等级的玩具而已 那它的一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它的话呢 里头是有三个凸要扣进里面 你可以要转一下 去出现三个洞的时候呢 把它稍微卡进去 但它其实卡的并不是非常的紧 它主要的一个 维持这个稳定度 还是靠着这个地方的这个关节啊 那其实平常状态下它扣的时候 其实不扣紧 无所谓 它根本就是也是不会掉的 那手臂的平举的话呢 就是比较有点意思 它这零件很多 而且呢 它的在这一侧 这一侧往外面 它这样动的时候 它是会卡一格一格的 所以这个等于是相当于是 肩膀上有齿轮关节的感觉 那作为一款Deluxe等级的话呢 有这种手感的话就非常的好了 但是实际上这款玩具呢 你把玩起来 你可能会有一些地方不太习惯 它的拳头不能转 二头肌不能转 然后外面内收虽然有 可是呢 脚底板没有接地 所以呢 在站立啊 有的没有的话呢 你可能都还是会觉得 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别扭 不是那么样的一个习惯啊 那它的武器呢 是一个盾 跟一把应该是属于长矛 其实这个长矛不是很长啊 这个地方可以组合在一起 那它的话呢 是就是拔出来的时候呢 是要稍微用点力气啊 我手上这一款呢 这么多年没有去拔完的话呢 它的一个紧实度还是比较好的 那这个盾牌就扣在这里 那么在人形状态下呢 我找不到它可以扣好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再大概简单的 看一下一个非常精彩的头雕 这个表情非常生动啊 然后呢 可动的话也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展示啊 手臂三度零度的转动啊 有个震动的手感 真的很好 然后没有外摆内收 膝盖啊 不在手肘弯到大概90度啊 拳头不能够动 那手指的刻画可以说是做的非常空无有力啊 只可惜的话呢 空洞的话还是有的 那讲到空洞啊 现在背后也是有一些 那么这顺便看一下啊 它的一个背包 一个斜下的一个造型 其实也算收的很好了 那么呢 它由于这个 虽然有外摆内收 膝盖也可以弯到大概 90度 可是它的一个脚 没有一个接地的关节 所以它的站立性呢 有时候呢 可能会比你想象中稍微差一些 还有它的一个手脚的比例啊 你看到这个 腿的话呢 可以说长度来讲 只有一点点而已 那上半身的话呢 如果你是整个把它垂直打下来的话呢 你可以发现 它的一个身形比例 当然 如果你说这是美式卡通的体型 那当然也无所谓了啊 那胸口本来就很宽了啊 加上这两片布甲啊 你看如果把这两片布甲推到后面 对不对 它的一个胸已经够大了啊 这样下来 就感觉就更加的一个胸 往两侧延伸出去 那我们就来进行一下这一款 遇天之尊的一个变形过程啊 首先的话呢 它的变形真的是非常简单 真的是几乎是一个快变等级啊 这个往后推 然后中间不是有个连接杆吗 连接杆把它往中间集中 这里也是一样 往中间集中 然后两侧的话呢 做个简单的合并 把它给扣起来 好 这样子推到后面去压住啊 再来的话呢 就是把这一个往下推 推下来 往下推下来 然后反折上去 两个这个轮胎啊 几乎有点像类似组合在一起的样子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把这个手臂啊 这一块图啊 要扎到这里面 看到这里有个缺口在这里 那具体的做法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手臂啊 整个转过来 到这边 然后往前面再推一格 推一格啊 就可以呢 这里很简单的呢 把这个图根 然后在这个地方 做个简单的合并了啊 就这个地方 往前面翻一格 看到吗 这样子 我们把它往前 这样 转动一格 然后呢 整个手臂像是打断一样的 往前面伸过来 然后插到前面的这个 缝隙里头去啊 非常简单的扣进去 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这一个啊 脚的话 这个地方往前面推进去 折下来 好 到这里之后呢 把这个原本人小腿 后面的这个部分的解放出来 然后呢 两边做个简单的合并 然后呢 把它给插下去啊 那这一块透明部件 本来是这样子的 把它往前面推出来 一点点就可以了 顺势的 把这一个车子的这个 顶部给滑进去 然后呢 最后就是一些简单的 严丝合缝的一个密合 就完成了这一款 欲天至尊呢 从机器人到一台地球上的 呃 铲雪车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款的滚动性 如果完全变形到位的话呢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推动起来是很顺畅的 那我们大概先简单的说明一下 如果这个武器呢 你要把它给 呃 安置在车上怎么安置呢 其实是非常暴力的啊 就这个地方啊 这里 中间不是有两个 凸吗 就是要跟这个勾槽 给抠在一起 从这 把它给卡进去啊 这个呢 是它的一个 呃 勉勉强强呢 就是硬塞上去的一个样子 那你如果觉得不喜欢 可以把它给拿下来 那各位应该可以看到了啊 它的一个车子的一个滚动性 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对比一下 车辆形态的一个大小啊 长度的话呢 呃 因为前面这一节大了一点 但是整个车子的一个厚度 高度 可以说是大上非常的多啊 呃 现在的玩具的话呢 Deluxe等级是比较少做到这么大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些细节 啊 这个是勃派的一个标志 两侧的这个 多出来这个横条 好像是啊 勃派精英卫队的一个一个标志吧 轮胎啊 都是打毛钉的啊 滚动性就很好啊 然后这个挡风玻璃的话呢 黑色的部件非常的漂亮 后方 可以看一下 没有什么空洞啊 然后这个是两个手臂啊 就翻下来 基本上它的一个变形 你看到没有 头胸完全没有参与变形 就手从这个地方放下来 啊 放下来之后 再把脚呢 做个简单的翻折 就就结束一个变形了 真的是 几乎就是快变等级的一个一个玩法 但是呢 就是角色的一个 呃 精细度 做的还是比较诚意的 然后前方啊 这个铲血的这个部件 左右是可以动的啊 那么呢 这个嗯 就当时老肖的一个说法啊 是说这种车子的话呢 就是 在美国是非常常见的啊 但是在生活在牙热带的我呢 是这辈子是没从来没见过 那么这一期的话呢 就给各位呢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 淋巴动画片的一个 预天至尊的一个分享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